教理问答 我们现在进行第七主日的海德堡教理问答 第二时问 那么是否在亚当里所有人都死了 而借着基督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呢 答不只有那些以真实的信心连于基督 从而得到他一切恩典的人才能得救 二十一问 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 答真实的信心是真实确定的认识经历 并且完全接受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道 同时坚定的相信 知道上帝已经因着基督独一功劳的恩典 不但赐给别人也赐给我赦罪 永逸救恩 二十二问 对不起 那么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是什么呢 答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 也就是我们圣而公之不容置疑的基督教信条 对我们所概述的教导 二十三问 这些信条是什么呢 答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这几个问答 有相关的经文 我们在礼拜四的聚会上面 会一一的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 能够参与 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多的 相关的这个经文 在这几个教理问答的题目里面 每一次我们都有很大的收获 好 我们接下去的环节是 本周的读经 是西伯来书 第十章 前半段 因为它整个很长 所以我们分为两周来讨论 前半段是一到十八节 是永远的赎罪祭 我们感谢少武和刘老师 来为我们攻读 请少武念单数节 刘老师念双数节 麻烦少武跟刘老师 把你们的麦克风打开 好 打开吗 好 请开始 绿法只是将来美式的一个投影 并非本体的真相 所以年复一年的献祭 不能使前来敬拜的人存全 第二节 否则献祭的事早已终止了 因为敬拜的人落宪 一次祭就能彻底得到捷径 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第三节 然而每年献祭的事 都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 第四节 刘老师念 刘老师那边好像断了 那麻烦 刘老师 好 我先替一下好了 刘老师那边可能重新再连线 第四节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根本不能除去人的罪 第五节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曾说上帝啊 既我和共舞非你所愿 你为我预备了身体 第六节 你并非喜爱烦祭和赎罪祭 第七节 于是我说 上帝啊 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我的事都已 都记在圣经上了 第八节 基督首先说 祭物共物 翻祭和赎罪祭 都不是你想要的 也不是你喜悦的 这些都是依照律法献上的 第九节 然后他又说 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这样他废除了前者 为要设立后者 第十节 上帝的旨意是 耶稣基督指 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 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 第十一节 祭司都要天天站着共职 一次次地献上同样的祭物 只是这些祭物根本不能除罪 第二节 而基督一次献上自己 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后 就坐在上帝的右边 十三节 等待他的仇敌 成为他的脚凳 十四节 他凭自己的一次牺牲 使得那些得以圣洁的人 永远存全 第十五节 圣灵也向我们做见证 说 十六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将与他们立这样的约 我要把我的律力放在他们心中 写在他们脑中 十七节 我要忘记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八节既然过犯和罪恶已经得到赦免 就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 他们感谢在美祖 希伯来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好的一个一节书 所以我们在礼拜四 我们同样会逐节的来讨论 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还是有机会能够参与 接下来我们有几条诗歌 我们要把它放送出来 首先 这条平安 神赐的意念 是世人所很难获得的 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丰盛 以及平安 所以让我们在这歌里面 去寻找那属天的平安 感谢观看 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一緣 是死平安的一年 要將我們將來有指望 有風聲有平安 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一年 是死平安的一年 要將我們將來有指望 有風聲有平安 我們不求你 我們祷告你 你就應援我們 我們尋求你 專心尋求你 就必須見你 你 專心尋求你 你 專心尋求你 是死平安的一年 要將我們將來有指望 有風聲有平安 我們不求你 我們祷告你 你就應援我們 我們尋求你 專心尋求你 就必須見你 我們不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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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應援我們 我們不求你 專心尋求你 就必須見你 我們不求你 我們能夠你 我們不求你 你就應援我們 我們不求你 我們能夠你 好好你吧 我們不求你 專心尋求你 ゆ是皆 些名 救你 訓 farmers 救你 找你 救你 献貫üssel 喺貫 救你 衦 Cen Plus 喺貫 goddess general 喺貫 拖上去 救你 には 喺貫 如何的呢 新水 喺貫 網絕望 喺貫手 狮达海離去優化 平安 平安 这是世所赐的一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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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所赐的一年 感谢赞美主 这个平安真的是世人所无法得到的 我们与主同行就必有平安 赏赐给我们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愿神祝福祂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天天在祂的丰盛及平安里面 下面这首古中百合花 它倒进了神是那纯洁明亮的诚心 也是非常洁白芳香的 是我们所向往的 古中百合花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最最好朋友 它就是主耶稣 是几颗心灵长能的安慰 好比山谷中百合花 月白春静 天下许 面与天下认 又叫主耶稣 生命最完美 痛苦悲伤和怜悯 又患使它安慰 我说它又住在我心内 她是山谷中白荷花 灿烂明月之旋 她是几颗心 与传门的安慰 她出去我因切烦恼 但当患难忧伤 整生试探她 左往前不傲长 为她我愿生虚切 抛弃心中偶像 她用全能一般保守我安靠 总是青棚里寄火 撒旦时的宁愿 依靠耶稣心中平安有希望 她是山谷中白荷花 灿烂明月之旋 她是几颗心里长安的安慰 她必永远不离开我 她必永远不离开我 我必信靠耶稣笑发出荒芽 她是盼石给我力量 是软弱变弯强 心灵极坑她 自马那作领域 将来生天见出面 同乡几大荣光 高达快乐 必然生命水流船 她是山谷中白荷花 灿烂明亮成心 她是几颗心里长的安慰 感谢神 祂的供应 是那么的丰富 我们到祂面前 能够获得祂的怜悯 也能够给我们许多的安慰 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 接下来这一条是 耶稣你已得胜 我们知道 耶稣就是我们世界的亮光 祂已经战胜了黑暗 也战胜了死亡 带领我们到那盼望之地 现在我们献上这一首歌 耶稣你已得胜 这世上的苦难 像海浪不曾停止 海大海岸 有没有一种约定 永远不感慨 谁能告诉我 相应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不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 把全世坐在腹右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不醉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这世上的苦难 像海浪不曾停止 排到海岸 海浪不曾停止 谁能告诉我 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 我全世坐在腹右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不醉的羔羊 耶稣不醉的羔羊 胜过了彼岸的全世 坐在腹游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不醉的羔羊 陪我走上释迦 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 的全世坐在腹游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不醉的羔羊 陪我走上释迦 我们 是的 耶稣 是世界的亮光 是伟大的君王 我们何其有幸 与他的功有份 求主祝福 让我们能够一路紧紧的跟随他 好 接下来我们今日 这个周主日正道的经文 是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七到三十节 我来念一次 正在这时 门徒回来了 他们对耶稣 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 感到惊讶 可是没有人说 你要什么 或说 你为什么 和他说话 那妇人留下水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 把我述来 所做的一切事 都说了出来 难道这个人 就是基督吗 他们就出城 来到耶稣那里 我们感谢神 今天由高伟川师母 为我们带来主题 人生新故事 我们把时间交给 高伟川师母 大家好 我是高伟川 我先生是孙波涛孙牧师 我是大家都叫我伟川师母 那我是在高桂林国语教会 跟随孙牧师一起幕会 我们到温哥华来 其实已经是很多年了 将近二十年了 我是北京来的 95年信主之后呢 97年我就辞职 那原来呢 我是在中国美术馆 做艺术评论 神呼召我从美术馆出来 到现在 时间如飞而去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故事 我相信大家在线上 我们实在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都有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故事 那今天我要讲讲这个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妇人的故事 刚刚我们念了这段的经文 这个非常感恩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相识相聚 在空中 本来可以实体去见你们 但是今天 疫情还是在肆虐当中 但是我们不受拦阻 神的话是 不管任何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来相聚的 所以我虽然在线上 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 是一家人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 有一些的PPT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PPT 然后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都能够述说一个新故事 我们有很多老的故事 但是我们今天要就讲一讲 这个新的故事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我们的新故事 是怎么样的 在圣经里面 这个女人的故事 看看跟我们今天 这个新的一年 2022年 是怎么样有一个新的 一个述说的故事 其实这个人生新故事 这个看起来就是 我这个PPT上面就是一棵树 那其实就是 一棵树的树根 那不断的有养料 然后呢 可以这个有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很茂盛的一棵树 我们人生 其实就像这一棵树一样 那这一幅图画 我觉得很喜欢 就是底下是一本书 上面是一棵树 那我们的根 怎么样有养料呢 就是从圣经里面 来有这样的新故事的 一个源头 所以这个今天要讲的 这个新故事呢 其实是这个女人 她怎么样突破 所以我们看一看 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 是一个故事构成的 这个其实这个History 就是历史啊 就是她的故事 是耶稣的故事 所以整个的人类历史 是耶稣的故事 那在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耶稣的故事 但是都是有人跟神相处 就是他们的一个连接 就是人跟神的这个故事 那今天要分享 这个一个故事呢 是我想对我们的生命 在新的一年里面 可能有一些的触动 那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这个 刚刚我们读了 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个讲到了 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故事 这里面讲到呢 就是这个女人 当她跟耶稣碰面的时候 结果呢 她赖以为生的这个水罐子 就这样放下了 所以我读到这个 每一次读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新的感受 在新的一年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 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我就留意到 用不同的颜色 把这个经文的字呢 我把它用一个黄色的 就是那个妇人 就留下水罐子 这个是对我一个触动 就是这个水罐子 意味着什么 这个水罐子对这个女人来说 她是拿着水罐子来打水的 我相信这个水罐子对她来说 是非常重要 是赖以为生的一个水罐子 可是当她遇见耶稣的时候 她竟然呢 就把这个水罐子呢 留下了 就留下了水罐子 然后她去做什么了呢 她往城里面去 然后呢 她就跟众人讲啊 她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 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她很有智慧啊 我就想到 她碰到了耶稣之后啊 她整个人把这个赖以为生的 一个水罐子放下 不再去关注这个水罐子 然后她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告诉这个众人呢 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基督 但是她说呢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如果她很肯定的说的时候 我相信众人不信她 但是呢 她很有智慧 她问了一句说 这是不是就是基督啊 因为她做的事情 我相信她是基督 但是她没有这样去问 这是一个 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智慧 就当你一个问题 问大家的时候 问对方 那对方就会有一个思考 然后呢 他们就要证实 引起了他们的一个关注 证实是不是这个基督 于是呢 这个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了 没有到他那里去 到耶稣那里去了 那这样一个故事 我相信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 都非常熟悉 那所以我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看看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跟我们今天要说什么 这个水罐子对每一个人又是什么 为什么当这个女人遇见耶稣的时候 她就有这样的一个突破 我就想到我遇见耶稣的时候 是在95年 之后 然后我就把我的水罐子放下了 直到传到传到今天 所以这个从中国到温哥华来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今天不能够一一的讲我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能够透过这个女人 这个故事能够勾引起来 就是能够让我们里面 吸出来我们里面回想以前的故事 和我们将要写的故事是什么 是把我们里面对耶稣的神跟我们的那个故事呢 可以继续的怎么样去写 那我呢 就是从95年之后 我整个人生不一样 我整个的人不一样了 那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个线上能够分享 也是一个奇迹 就是神每一天 其实带领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奇迹 那我们的水罐子 今天我们从这个女人的当中 想一想 我们的水罐子是什么 这个主在寻找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 这个故事大家虽然都很熟悉 但是我的重点呢 今天就是讲 回想一下 耶稣怎么样改变这个女人 这个 因为故事很长 我就不跟大家把这个故事全部都念了 那我们就 看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 这个女人呢 她是在这个井边 那这个 耶稣呢 是 因为会产生一些麻烦 因为这里面说呢 主知道 法利赛人听见 他收门徒 施洗 比约翰还多 其实就 事情呢 是引起了很多人 内心的那种的不安跟挣扎 从耶稣出生 你就看见福音书里面 就看见有不同的人 这种反应 看见很多这个人呢 都是大部分人是一种的不安 所以引起了一些 法利赛人 他们可能会 对耶稣的一些的 产生一个不必要的 那一些的纷争 所以呢 耶稣这个时候 他就离开了犹太 他就 又往加利利去 然后里面有两个字呢 说必须经过 撒玛利亚 他也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为什么他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呢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 然后就到了这座城 来了这个地方 然后就坐在井边 那个时候呢 还有要留意的呢 就是那个时间点啊 是五正 这个沙漠地带 非常炎热的一个中午 那在这个中午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打水啊 这个因为太炎热了 但这个女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 就是正午的时候 出来打水呢 后面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 他出来打水 然后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知道 他平常他不愿意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人生当中的故事 让他太痛苦 五个丈夫 到现在的这个丈夫 还不是他的丈夫 他的婚姻上面 是抬不起头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女人 很痛苦很痛苦的 所以他平常 不会在人多的时候 出来打水 因为他羞于见人 所以他这个时候 没有人来到这个地方 太炎热了 这个女人就是为了 躲避这些众人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 那耶稣呢 就特别在抓住了 这个时机 他知道这个女人 只有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所以耶稣也不怕炎热 也不怕疲劳 也不怕任何 他现在门徒都去买吃的了 他没有吃 他就在这边 喂了这个女人 所以看见耶稣来寻找 这样的一个心灵饥渴的 一个人 这个故事啊 就是当耶稣 跟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 让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背的 就是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 就永远不渴 那其实这个 这个耶稣来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啊 他是说什么呢 他他跟这个女人 他主动来寻找他 然后呢 他跟这个女人说的呢 就是请你给我水喝 那你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耶稣是一个切入点 给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怎么样 去寻找那些流浪在外的那些灵魂啊 就是我们传福音 怎么样去传 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耶稣是创造水的 可是今天耶稣跟这个 那么卑微的一个女人说话呢 他让她给她水 他把她的需要来袒露出来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高高在上 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进入到 那个人的生命的故事里面 我们不能够来体会他的需要 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说 我们来帮助你 我们来传福音 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耶稣的故事 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肠 他来到这个地方 他向这个塞玛利亚夫人药水喝 然后把这个活水给他 这是耶稣的一个目标 要帮助这个女人 能够突破她的一个艰难的困境 在这个世界上 在患难当中的人太多了 我们今天这个疫情 我们都不断地听到 某某人被感染了 某某人被感染了 还有一个很讽刺的话是说 如果你的 没有听说你的朋友被感染了呢 说明你根本没有朋友 就是说明感染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在这种各样的困难里面 我是已经做过了三次癌症手术的人 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有感受的就是 我们人今天在疫情里面 仍然存回啊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是神的特别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有气息 他留着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要让我们不断地述说 我们的一个新的故事 就像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这样的一个爱的交流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婚姻辅导呀 很多婚姻有出问题的人来找我们 来找我跟孙牧师辅导 就是90%的人都是婚姻的难处 今天很多时候啊 所以就是在婚姻当中 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这个女人的困难也是一样的 就她不断地换她的丈夫 就现在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这个这个女人啊 已经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 无望的这种的境地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患难都不一样 有生病有疫情感染啊 有婚姻的困难 有孩子教育的困难 各个方面 看到的很少有人说我一帆风顺 什么都不经历非常的平顺 我每一次说如果她是一生都平顺 那是一个陷阱 那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在世界上面 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那个才是祝福 为什么呢 这个困难就把我们导向了耶稣 耶稣就就把我们这个人 整个的人找回来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这个人的软弱 和需要这位刚强全能的神 那这个女人的故事呢 就是她碰到了她的一个艰难 就是她的婚姻的问题 婚姻的痛苦 她羞于贱人 但是今天耶稣来找她 就是要解决她的一个痛苦 那她的痛苦解决了 像我们生病 耶稣解决了我们的病 这个病就成为了一个祝福 这个病就可以帮助到许多在病当中的人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受苦的使命呢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 可以去帮助身边的那些 跟我们同样受患难 同样有这种困境患难的人 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使命 所以我们的受苦不是白白的 我们的受苦是耶稣跟我们一同受苦 然后让我们在经过这个死因的忧苦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体会到我们躺在西水边和青草地 所以我就常说我的病床就是青草地西水边 这样的走过来的之后 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体会这个世界的这个艰难 体会到很多在艰难当中的家庭 那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肠 他爱这个萨玛利亚妇人 他特意的到这个地方来帮助这个女人 能够脱离这个困境 所以这个女人呢 也会到了这个天父的这份的爱 体会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的心肠啊 所以他整个人就变了 那我们跟耶稣这个接触的时候 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遇见了耶稣 我们被耶稣的爱感动的那个时刻是什么 然后之后我们又是怎么样回应的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跟记忆有关系的 这个记忆是什么呢 是基存的过去的那些的经历 然后连接过去不同的一个片段 成为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是需要来诠释来解释的 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释啊 会带出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女人 撒玛利亚妇人 她的这个故事被耶稣诠释了 她要一下子突破了 她的一个困境的时候 当一个人无论多艰难 只要有耶稣的同在 只要遇见耶稣 认识耶稣了之后 她的困难全部变成了一个祝福 当一个人体会不到这个世界的绝望的时候 没办法很快的转向耶稣 因为她觉得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方法还可以应付 但这个女人没办法的时候 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帮助了她 突破了她 她就把她的那个水罐子放下了 那所以这个记忆是组成了我们的故事 这个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记忆 因为过去的时日 过去的这些年日 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很多的记忆 那个记忆有一些呢 是在光当中的记忆 就像这个女人 她一生当中的记忆 我相信她永远不会忘记 耶稣怎么样来帮助她的 怎么样能够突破 她的那个生命的困境 她的故事是从那开始 写了一个新的故事 那这个很多时候 我们的记忆呢 是在黑暗当中的 那这个女人也不会忘记 她黑暗当中的那些记忆 那水罐子今天 对那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她的以前的那些黑暗的 这些的生活的经历 那这个水罐子呢 今天其实可以把它变成 形容每一个人的一个重担 或者一个捆绑 就是过去的记忆 就成为我们的一个 很多时候呢 是在黑暗当中的那个记忆 就变成一个重担 有的时候产生一种苦毒 和这个捆绑 所以当一个人 在婚姻上面受过背叛啊 什么这些痛苦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捆绑她的东西 就是深入在她的里面 她忘不掉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记忆呢 是有选择性的 那这个女人 现在她经历了黑暗的记忆 经历了一个光的记忆 那今天呢 这个水罐子的故事 我们以前有很多 都是水罐子的故事 我们的生活生存 包括我们到移民 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很多很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发生的这个水罐子的故事 水罐子 我们赖以为生 我们甩不掉 我们被捆绑的 我们又没办法突破的 我们写一个故事 是一个过去的旧故事 再写一个故事 还是水罐子的故事 我们脱离不了这个水罐子 可是我们今天 与神的这个故事呢 要成为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女人就是 开始写她的新的故事 她就把她的水罐子 放在一边 然后就去宣扬耶稣基督 她就成为了一个传道人 那今天我也是一个传道人 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 我把我的水罐子 就是我的中国美术馆的 那个所谓的 有价值的工作 美术评论 让很多人很羡慕的 各个方面 我认为什么都有的 那样的一个水罐子 我可以把它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改写了 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的新的故事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新故事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写 这个新故事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其实她为什么 在那个时间点来打水呢 就是她有一个逃避嘛 因为她要一个面子 要面具 她逃避一个痛苦 我们就戴上了各种的面具 那这个女人呢 就是悄悄的来打水 然后走了 没有人知道她 所以呢 她不想面对 别人给她贴的标签 也不想面对 她所经历的那个黑暗的记忆 所以这个今天的世界 其实很多这种焦虑恐惧啊 还有空虚 这种很多的逃避啊 包括现在很多 这种瘾啊 什么毒瘾啊 网瘾啊 就是这个游戏瘾啊 很多很多 这种瘾造成了家庭的那种 分崩离析啊 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因为这些的捆绑 把一个家庭 把一个人 他的故事写的 有些时候非常凄惨 非常的悲惨 就是一个 戴着面具的一个人生 所以很多人 你看起来 他好像很好 很光鲜 可是他背后跟你讲的时候 你才知道 他有很多 这个面具 戴在脸上 就是萨玛利亚妇人 他的面具 就是他要逃避 所以他在那个时间 来打水 可是耶稣就是 针对那个时间 针对他的问题 来解决我们人生 那个 造成我们这个 悲剧故事的那个点 要更改我们 那这个曼宁 他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的 就是 我们每个人 都与一个自我啊 他这个自我呢 叫做一个骗子 就是我们跟一个骗子 住在一起 就是我们里面的自我 这个罪啊 这个罪性 人的一个罪性呢 常常欺骗我们 就是我们要把好的 给别人 那种虚荣啊 但是里面的那个问题呢 我们不能够 袒露给耶稣 我们的祷告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冠冕堂皇的 就是我是一个罪人 那个罪 只是就是 别人可以 接受的 看起来 没有 这种的罪 所以我们里面 有很多东西 就像这个 萨玛利亚妇人一样 欺骗着他 他还仍然的 在生活着 他逃避这种痛苦 所以呢 这个 他跟这个自我 那这个幅图啊 我就觉得很形象的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这个人呢 就被绑着 被绑着 绷带 绷带一样的 这样捆着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 这个有一本书呢 是叫做 那个梅顿写的 就是 末观的一个新苗 也可以翻译成 末观的一个新种子 他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一个虚幻的 那个自我呀 遮盖着 然后虚假的这个自我 是我们 乐意展现给世界 那一面 以及我们希望 整个世界 是以我们 为中心 环绕着我们 来旋转的 就是很自我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愿意别人 围着我转 包括我们的孩子 都是家庭的中心 然后 他呢 就会 他说呢 我让这个经验 围绕起自我 用欲望的 和这种 光荣的 就是很荣耀的 这样的一个 像绷带一样的 围绕 把自己都绑起来 为了让自己呢 能够被自我和世界呢 接纳 好像 我就是一个 不可见的 那个肢体 就像那个 萨玛利亚妇人 他不 不给别人看见 他的那个问题 只有当一些 可见的这个东西 这个覆盖在 那个表面上面的时候 我才能被看见 所以这个 当我们读一些书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 可以看见 我们那个自我 那种真相 这个 新种子呢 他里面还有一句话 他就说 每个人在世上 生活的每一刻呢 发生的 每一件事 都在他心灵里面 种下一点东西 正如一阵风 带来千百粒 长着翅膀 翅膀的种子 每一刻呢 都带着属灵生命力的 那个胚芽 无声无色的 安躺在人的心思 和意志当中 那么这些 不计其数的种子呢 多数都是坏死丧失的 因为人没有 准备好接受它 所以很多种子 生命的种子呢 其实是 在这个书经里面 也讲到 那个 就是这个 比喻哈 那个 有不同的心田 有石头心 有好土 有这种荆棘地 就很多时候 就是生命的种子 要撒进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没有预备好 所以我们那些种子呢 就都浪费了 就都丧失了 所以呢 这本书呢 我们可以去 找来看一看 其实里面有很多 是让我们可以反省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 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很多问题 就是在生活里面 很多的问题故事 这个问题的故事 就构成了 就像一栋房子一样 一个比喻呢 就是 就是我们说着 过着 这个一个又一个的 问题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 那个萨玛利亚夫人 她就是一个问题人物 问题的故事 一个又一个 五个丈夫了 现在的丈夫 还不是她的丈夫 就是一个一个 又一个的 问题的故事 然后用不同的材料呢 就搭起来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的 那个材料呢 都是从问题当中 选取过来的 然后自然就会 盖出一栋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 就像一个问题 形象的房子一样 不停地盖 这个阶段问题过去了 下一个阶段问题 又来了 不断地盖 这个问题的故事 然后有一句话 以前我们都知道的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就是同样的一个故事 同样的 我们大家看了一本书 一个故事 但不同的人 他从里面呢 他就看到不同的东西 同样的一个电影 讲了一个故事 但不同的人从里面呢 还是看到不同的 东西 这个萨玛利亚夫人 这个故事呢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在线上的 弟兄姐妹 看到我们 跟神的这个故事 是问题故事呢 还是一个新故事 所以这个 在这个 刚刚唱了一首歌里面 这个也在讲到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人的中心 好像是 我们从我们的大脑 到心 这个我们人的中心呢 很多人以为 是这个大脑 大脑存了很多记忆 大脑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的人的中心是心 所以在圣经里面 不断的提到 要保守我们的心 就我们的心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生活的故事呢 他怎么样的来改写呢 如果心不改变呢 他永远都是问题故事 改写不成一个新故事 对人类的这个通病 这黑格尔说过 就是这个 人类最大的教训 就是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人类历史最大的教训 就是 这个教训 所以就是我们 一代一代就这样过着 然后我们的人呢 也是一代一代 这个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 就是这样的过着 那我们的心呢 如果永远都不改变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 写一个新的故事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我们要想一想 透过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甩掉这个 这个水罐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我们能够省察一下 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的心 里面充满的是什么 这里面说呢 就是我们的心哈 其实是没办法空着的 它要么被这些神圣的 神的事情充满着 它要么就是被世界的事物占有着 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 圣果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所以这个新的故事 就是新旧的新的 新故事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写出我们人生的 一个新的故事 那这个哥林多前说第十章里面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 他说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呢 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耶稣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呢 是处于随着我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 所以呢 在旷野倒闭 那么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 一个记忆的故事里面 给我们一个见解 让我们能够警戒 我们自己吸取他们的那个教训 不要成为神仪器的撇弃的 倒闭旷野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我们要清楚 我们怎么样写人生的一个新的故事 那伊利米书这里面告诉我们呢 就是处女岂能 装饰呢 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 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所以在伊利米先知 这个伊利米这个书中啊 这个伊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所以他就看见这些百姓 怎么样忘记神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我们的故事是跟记忆有关系的 我们以前的这些记忆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 无数无数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没办法写出新的故事 时间真的如飞而去啊 就是过得很快 2022年现在一个月已经快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省察自己 我们到底在哪里 我们生命的故事在哪里 我们其实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呢 是环绕着我们这个故事来写的 现在走到了哪里 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哪里 那我们的历史的这个水罐子 这个包袱 这个捆绑我们的就有哪一些 所以我们自己又是在哪里 这个生命的哪里 那有一段话呢 就是就是讲到这个疫情哈 其实就像一个音乐当中的一个休止符一样 那人的一生呢 其实也可以用一首的乐章啊 来就是这样的一种音乐 我们来感受 就是前面充满了 是一个很这个激昂的那种旋律 然后呢中间就有休止符 然后渐渐的就进入到一个抒情 一个平稳的一个曲调 我相信大家听过音乐的时候 你都会有感受到 就是这个休止符呢 渐渐的就会多起来 然后最后音乐就断断续续 休止符呢越拉越长 直到完全的停止 所以呢就是啊 这个来形容今天的疫情哈 就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疫情 就像是一个休止符 加上了一个眼睛 然后呢他说不知道指挥要停多久 然后呢我们何去何从 所以我们在2022年 我们怎么样来书写 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故事呢 其实是我们要进入到圣经里面 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智慧书 《真言书》《约伯记》《传道书》 其实概括了我们的整个人的一生的故事 就在这个三本书里面 那这个《真言书》里面哈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 这个《真言书》是写给风平浪静的 这个人生里面 这些智慧就很平常的 没有遇到什么风暴 你就是平常的生活 年复一日一年啊 日复一日这样过日子 风平浪静的 所以写了很多啊 就是这个智慧 应该怎么样为人处事啊 有一些什么样的智慧 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真言书》 这个年轻人呢 他们最适合看这个《真言书》 因为他们不懂得很多的为人处事啊 他们也没有经历什么样的风浪 所以呢 当这个《真言书》给年轻人 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没有任何的风浪的时候 这个《真言书》里面的智慧都奏效的 但是呢 我们人生不单单是风平浪静 我们有狂风暴雨 就像约伯记 约伯突然的临到了那么大的一个灾难 全家都崩溃了 这样的一个狂风暴雨当中 是一个反常的人生的阶段 然后我们就有约伯记给我们一个智慧 怎么面对这个狂风暴雨的苦难 我们要明白这个约伯记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人生的故事呢 还有呢 就是传道书呢 是风雨变换 很无常的 什么都是虚空的 什么都不是我们把握的 很多我们明天是怎么样 疫情将会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去向 我们都不知道 很多都不知道 风云变换 很无常的 这个时候 《真言书》里面就看见 人生怎么样来处风云变换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 所以神就是特别 很奇妙的 他启示给我们 给我们信他的人 给我们神的儿女 有很多启示 这个是智慧 在各种的人生阶段里面 我们都可以写出一个新的故事来 在平常的 反常的 无常的当中 都可以写新的故事 所以他启示给我们 之后呢 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回应 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应 不能够回应这个智慧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 就是没办法写出新的故事 一个突破 我们就是安于现状的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残 那我也马上就60岁了 这60岁我就想到 大半生都过去了 人生的阶段 就是所以我们不丧膽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所以当我们的快到年老了 这个弟兄说我们的教会 就是基本上都是望 这个黄昏走的人 只是近黄昏 黄昏 黄昏其实是很美的 在黄昏的时候 我们的外体虽然朽坏了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写新的故事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不断的碎变 就变成了蝴蝶 那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是蝴蝶飞到神的面前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人生写不断的写新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美好 那所以在这个 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新故事呢 因为我们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 然后这个耶稣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路上 他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他就带领这个妇人信了主的 今天所读的那一个故事里面 这个妇人她接受的信仰 就是一个生命完全翻转的一个信仰 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呢 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那这个女人有了耶稣的生命之后 她就可以把水罐子放下 写一个新的故事 把困绑她的痛苦都甩掉 所以当新的一年要写新故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 耶稣说呢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呢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圣经呢慢慢的品尝 所以我很感恩刚刚姐妹讲的 就是周四要讨论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非常的奇妙 他就是生命是肉是血 有血有肉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变成了那个蝴蝶 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 绽放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否则我们就是上帝在我们的人生之外 然后我们里面真的是一团乱马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个问题 建造的一个房屋 我们跟他人跟世界都有问题 婚姻有问题 家庭生活有问题 跟人际关系都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变成一个被蒙福的 被祝福的上帝在我们的一个人生的首位 我们的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上帝的一个生命 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绽放的生命 所以爱人纽呢 他讲呢 他说人活出绽放的生命呢 是上帝的一个荣耀 就我们就可以像那棵树一样 我们就可以很茂盛的 每一个阶段都活出一个新的故事 一个新的生命 那么在快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看 就是今天我们的新故事应该怎么样写呢 就是世界这么多的故事里面 让我们看见很多人的这个需要 就是你看见这个世界哈 有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支离破碎的世代 你看到那个数字你就能够有感受 全球的人口大概75亿 可是基督徒呢 神的儿女呢 才有23亿 你就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的痛苦呢 就在那个房 这个孩子竟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居然呢 还有一个为面包而苦苦哀求的那种场面 就是这些世界上面 纷繁的这些故事里面 处处都看见 人的这个悲剧 那我们今天要写一个新故事呢 我们要挂念着世界的需要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 这个福音在这个时代里面的需要 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身边处处都有没有得救的 这些灵魂 我们怎么样在疫情当中 想念着这一些上帝创造 我们的这些神给我们的 看见这些需要里面 这些人当中跟我们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 我们同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去把神所爱的那些人 找回来 所以福音呢 不是将一个好像很坏的人 变成一个好人 不是的 很多人误解了说 这个宗教都是叫人行善为善 不是的 我们所信的福音呢 是将一个属灵当中死的人活过来 就是看见那么多人的需要 如果是一个复活的新生命的人 是活着的人呢 他会有感受 就是我要体会天父的一个 心肠能够去找把上帝所爱的那些人找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写新故事的时候呢 要把握现在的每一天 我们怎么样写我们的凌晨的自传 我们的新的故事 所以我一直在预备 就是有一天我去见天父的时候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一个问题就是 哪一天是我这个世界上面 画一个修纸符 完全的修纸符 然后我们就飞到 像蝴蝶一样 飞到天父的面前 我们飞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 我跟天父述说 我在地上的这个新故事 不断的新故事是什么呢 神所看中的新故事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构建的就是 生命的一个新的故事 当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我就在想 天父我实在是你破碎了身体 我今天才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 所以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的一个新故事 他这样的一份爱 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 我有一个宝贝的儿子 是42岁才有的 现在他16岁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新故事里面 这个神把独生子给我们 那我今天写的新故事 我希望我把我最宝贵的新的故事 把我的独生的儿子 能够献给神 让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来造就 所谓他活 这个是活在每一天实际的生活里面的 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 这个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建构一个生命的 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上半场过去了 新的这个开始 从2022年 从今天开始 我们盼望我的心愿 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可以建构一个生命的 一个新故事 在我们的当中 能够述说 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突破的新的故事 丢掉了那个水罐子的这个故事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新的故事 你要完全得到我们的心 让你为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活化出来 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 谢谢主 人生的新故事 就从耶稣基督 为我们破碎的身体 我们在你的面前 是一个肢体 主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写出一个绽放的生命 一个绽放的新的 一个新故事 人生的新故事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祝福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 今天在你面前 有一个回应 从现在开始 写我们的临晨的日记 写我们的自传 有一个新的故事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祝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高师母 为我们在这个新年度里面 打了一个很强的强心针 有了这个针 我们真的不怕疫情 我们也不怕 面对人生的苦难 因为这个内容 真的非常的丰富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也很多的鼓励 很清楚明白的 很接地气的 把我们这个信仰里面的 真正的道 给我们好好的说了一下 让我们每天都很能够警醒 能够接受这个挑战 也能够在主里面 去荣耀神 那我们 只要我们在生活里面 对我们的主 让祂来管理我们的心 让我们甘心顺服 那么我们就是 祂的子民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诗歌 天国在你心里 让我们来倾听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好不好意思 我重新再播一次 好的 谢谢大家 让你全力 因我就在你的心里 愿我离你不愿 耶稣就在这里 让我换你的心 愿我就在你的心里 让耶稣就在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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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耶稣就在你可以 天国在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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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乎上帝全命 天国在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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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勒达八天父亲爱主耶稣 我们真的是满心感恩 借着高师母的口传达那信仰的真谛 让我们每天能够激励我们自己 把我们过去的水罐怎么样的交托 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流出由你那而来的活水 那是永远喝不尽永远存着很多真道的活水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境 很多很多的挑战 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依靠 求你更增加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大手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 圣灵也时时围绕着我们 主啊我们求你纪念弟兄姐妹 把你的恩典你的供应 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你的坛前 无论是他们的见证 无论是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各项事工 求你真的是纪念他们 也恳请主你感动更多的人 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 主啊我们每天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我们感谢你的原谅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够经历你能够领悟到你的美意 求你在这个疫情中间安慰许多人 让他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是我们唯一的带领 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感谢你保守每一个人的身心灵 在这段时间里面 身体有软弱的求你的代理 求圣灵安慰他们 我们也真的把我们的身心灵交通 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未来的日子 是这样的变幻多策 但是主我们真的感恩 我们有你来作为我们的依靠 求你继续的保守 每一位弟兄姐妹出入平安 这样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报告家里的事情 下周主日1月22号星期六 正道是由王国新牧师 领会Johnny弟兄 欢迎大家来参加周四教会的线上视讯小组 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有些教理问答 每周读经以及主日正道 我们一起分享 接下来这个礼拜四的肯定非常的精彩 因为今天有高师母的这个人生新故事 让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讨论 盼望神能够感动 大家都能够参加 那么我们在这个视讯进行中 我们大家不要打开麦克风 谢谢大家 这一项特别的一个华神的课 我们请是不是请Daniel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谢谢 OK好 主席交代 那我就来解释一下 因为华神在温哥华 其实他这个温哥华校区 他有很多很精彩的课 那所有受课的老师也都是 在目前我们华人神学界里面 非常好的老师 最重要的我们教会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些神学的课程 并不是大家要把神学来代替信仰 而是借着不同的老师的解释 让我们对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能够更明白更了解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是有根有基 就像我们一个人活着行走的时候 你只是觉得说 这个人是在走路 那么他里面的肌肉 他的神经 他的心脏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很清楚 但是我们当我们有一点怀疑 或者是我们有走路走起来不顺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去想一想说 什么地方有问题 那么神学的功用就是在这里 并不是我们要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神学家 或者是拿着神学来看圣经 不是的 读圣经 我们还是要有圣灵的带领 但是当我们读不明白 或者是众说纷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倒回头 看看正统的这些历代的教父 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欲 那么我想神学也就是这个功能 就是不同的多次多方 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人的话语里面 我们自己能够更知道说 这个神他的心意是什么 那这个温永旭博士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 他大概差不多40岁吧 他是爱丁堡大学的神学博士 那么他的这次上的课是系统神学三 已经到圣灵论教会论和末世论 因为我们在现在也会听到很多 有关于圣灵教会 以及最近很流行的末世的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不妨鼓励大家来听一听 这个正统神学里面怎么样来看这一些 圣灵末世和教会的这些 他们的说法 我们他们我们旁听的话 延伸制的学费是180块 那么我们教会一直就有一笔基金 是要鼓励大家来参加这样子的课程 所以每一位参加我们教会的会友 我们会补助90元 报告完毕 好谢谢Daniel 这个华神的课 我也是有机会我也是都会参加 这温友旭博士他的神学系统第二 我是有参与 真的他课真的有很大的收获 并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写作业 或者是写报告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在慢慢慢慢学习中间的这个弟兄姐妹 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其他教会没有这么好还能够补贴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抓紧这个机会 如果有任何听不懂的 我们还可以请Daniel来帮我们到时再给我们这个补课 大家讨论 目前已经有三位参加了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分享 好我们的聚会时间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今天礼拜六下午两点半 祷告会是礼拜二晚上七点半 那么周四就是讨论这个 这个 主日崇拜的一些内容 晚上七点半 目前全都是线上的聚会 那么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实体的 我们还要看这个 疫情的状况 希望我们大家热切的为他祷告 我们可以早一点 大家 在实体聚会里面 彼此更加的熟悉跟关心 好 下一面 代导事项有 求神能够兴望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功 我相信今天 高师母给我们的一番的鼓励 让我们真的是打了一个强心针 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 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责任是蛮大的 为了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需要加把劲 鼓励大家加油 第二求神 希望教会青年级儿主事功 激励弟兄姐妹的心 参加实体聚会 这个就是等我们大家过一阵子 好 为牧会 牧者跟众弟兄姐妹的身心灵祷告 求主保守大家出入平安 恩典与保守同在 好 好 我们一起唱三一众 平信心领受祝福 之后我们请高师母为我们祝导 祝福 让我们智能 祝福 祝福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即使交通 谢谢 谢谢